大家好,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年2020年故事会最后一场 今天的话呢是故事会第13期 但是在开场之前的话呢 我是想陈老师帮我转到下一页 对,应该大家经常来参加故事会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客户成功的飞飞 那么我在新加坡 实际今天在故事会开场之前的话呢 在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之前 我是想感谢一下大家就是对故事会一直以来的支持 从最开始的16个人在第一期参加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么最多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有将近300个人在线 感谢,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想感谢一下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参加故事会 从第一期然后一直到今天第13期的嘉宾 比如说像第一期的安迪黄 然后第二期的安娜 然后那么还有的话呢 Tableau and Masters系列的几位 Tableau and Masters 那么当然还有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几阳老师 还有东翔老师 来一直来去就是说 很无私的去准备故事会的内容 然后呢来去 无私的去分享自己的知识 然后让大家呢 知道使用Tableau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么也知道别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别人是怎么样使用Tableau 所以呢我是想真的感谢各位的就是说参与 还有各位嘉宾的一个分享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东翔老师 还有池老师的话呢 来分享今天最后的一期台部落故事会的那个好图文 然后好介绍 是不是 那东翔老师 那我现在就交给您分享吧 嗯好的 没问题 对对 谢谢 那今天是 好谢谢 今天是由我和简阳老师两个人 那么我先来讲 然后简阳是讲另外一部分内容 那我们的那个海报应该已经下发 大家已经看到了说 你可能说因为现场呢 可能有很多都是数据分析师啊 或者做咨询啊管理等等等等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对付内容 或者说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案 这样 嗯 这文案难道是必不可少的吗 这样 那其实 比如说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就是我们可能首先 其实可能首先是设计师 程序员或者是分析师 或者是同时我们可能也负责文案撰写的工作 其实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边做着程序员的工作 一边做着设计师的工作 同时可能要负责文案撰写 哪怕你可能觉得自己其实没有写文案呢 其实你是在写 可能是比如说你在演讲 或者在传递你的观点的时候 同时你也是一个业务行家 但是你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技能整合起来 在一个会议室里边 或者在一个哪怕是一个例会上 像同事或者领导上司 或者是下属来讲 传递你的观点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把所有的技能聚合起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把文字从口头语言的表达 适当的组织起来 然后再去有目的性的去传递的话 这个还是很必备的一项技能这样 那我们之前其实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 也是我跟吉尔 我们两个人当时有参加过 也是我们这个数据会的活动的话 故事会的活动 那么也分享了关于SQA框架来指导文案撰写 那么当时我相信如果大家可能已经参加过 或者没参加也没有关系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关于SQA的这四部分内容 那这里边S就是situation就是状况 就是背景 或者说我们当提到一个话题 或者提到一个观点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个背景知识 或者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的基础 那么C是最需要关注的一部分内容 因为在背景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困难问题 或者复杂性或者障碍等等提出来 那这部分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SC之后就是Q 那么其实对应于C的话 其实这个Q已经可能不是那么显得 显得那么重要了 因为这个Q可能是听众就自然而然提出来了 听到了S 听到了背景 听到了C 听到了这种障碍复杂性 以及困难等等 会自然而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你要给出一个答案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观点在这里边 比如说用SQA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快速的去传递一个观点的一种文档的 撰写文档的一个框架 它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巴巴拉明托的金字塔原理 这是它里边金字塔原理的整个叙述架构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拿来用就是说 这种方式可能这种框架 可能刚好我们可以用来指导SQA的 通过SQA来指导文案的撰写这样的 其实我想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场景 就像刚刚我讲到的 可能是在会议室里边 你可能有一个很简短的汇报 需要你或者是即刻的 你就有一个急性的需要一个表达你观点 可能要发言 或者是最可能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电梯惊魂 可能只有几十分钟时间 比如说两个人在电梯里遇到了 你可能迅速要向另外一个人传递你的想法 观点 表达你的态度 表达你的看法 表达你在对业务的熟知 或者是一个透彻的洞察 这时候到底是精还是喜呢 所以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就说 你到底事先是否有准备 同时你是否 可能刚好有框架的知识 能够把情绪平复好 然后立刻的去展现你的框架开始 然后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 所以说这可能是精 也可能是洗 也可能就是你的高光的几分钟时间这样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马老师和托尼老师 在电梯里相遇了 或者任何场景下 或者是可能在路上相遇了 你可能有几分钟时间 那么虽然都是一个是马老师 一个托尼老师 他们可能的身材是不一样的 马老师是老板 托尼是一个部门经理这样 那好吧老板刚好看到说 托尼现在已经年底了 你看看你们部门现在情况怎么样 明年有什么打算 这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 但是对你来讲可能很突然 你可能之前有一些思考这样 这时候如果你可能事先已经了解了 SEQA框架的话 你可能稍微平复一下心情 很激动的或者是很平静的 内心激动 但是表面平静的把你的观点 慢慢的娓娓道来这样的 我想可能是这个框架会帮到你这样的 我们在里面举这个例子的目的 只是说帮我们回复一下 SEQA框架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 这样的可能有点不和情理没关系 我们只是说理解这个框架的内容这样 首先比如说你可以把S钱记得清楚 那么过去的一年 或者这一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好吧 如果你一时想不起来那些小事 你可以把公司对公司来讲 发生的比较大的事情说出来 马老师 那么今年以来 你知道新冠病毒从年初就开始泛滥 那么我们遭遇经济寒冬 那么我们自己的服务业其实也不太好过 那把这个S也就这个共识提出来了 这个背景提出来了 那大家有一个共识 那么他理解你也理解 这时候就比较好继续这个话题 所以这个S一般来讲是要讲共识的 就是大家都理解的一个背景 那么如果你理解的背景可能有100分 但是如果老板 你觉得老板可能只理解那其中的50分 那你就讲他能懂的那50分的内容就好了 不要把他不太懂的内容或者不太了解的内容也讲出来 这样不好是因为说不是因为我们想隐瞒 而是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把他不太清楚的那部分背景也讲出来的话 那么可能不利于你去继续传递你的观点 不利于继续铺陈后面的CQA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先达成 先让他理解我们要说话的这个背景 然后继续传递我们的观点 所以说先把这个S就讲共识讲大背景 讲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当然这个太宏观了 这个例子前面这句话太宏观了 对吧 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对吧 那么具体调你们公司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公司里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的服务业有什么特点等等等等这样的 当然你也是你自己领域你的业务专家 所以说那这部分我们就带过这样的 我这里边只是举例子啊这样 好了 那我们的部门我们叫剃头部 我们的部门的客户主要是996的程序员 你瞧我们大楼里的这么多公司 这么多证券 他们都是996的工作 头部长得很快 那么需要经常打理 这是之前了 或者说今年以来之前的情况了 但是现在都在家办公 很少大家有到公司工作的机会了 都是线上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业务瑞加了 我们毕竟不能线上理发 不能线上剃头对不对 好吧 这是C冲突 这是障碍 这是复杂性 这是问题的复杂性 这是你要引出你自己观点的一个C 同时进一步 当然你可以有多个C了 同时我也发现 这是好的方面 就是说程序员的工作压力 其实没有减少 而且大部分的男程序员 或者说程序员主要都是男性了 他们对美容的需求也逐渐上升 他们的头发可能比原来掉的更多了 那就我们来讲 是不是一个机会呢 所以说你提出这两个C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Q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没关系 这个这个时候这个问题 这个Q可能马老师就开始问你 没关系 你可以自问自答 他不问也没有关系 因为时间宝贵 那么说完这几十个字之后 可能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好了 你给出你的结论 或者是你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或许男性皮肤护理 或者直发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也许在我们部门将来可以去转型 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马老师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回头发现一下 看一下前面这个SQA 那么这里边 Tony他讲的这个SCA 这个Q当然是省略的 这个框架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主要的内容 那么我想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能能理解说 你怎样去通过一个提供一个共识 提供一个共识的这个背景 然后提出两个C 这两个C 可能是对应了你的这个观点 最后你可能要提出一些新的 公司发展的新的业务 那么这个观点 或者这个结论 就是针对这两个C的 目前的这个复杂情况的这样子 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这种 开展新的业务 增值服务这样子 也许能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这样 这是一个SQA的例子这样 那么看一下这里边的要点 就是今年以来 那这一块其实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S里边的东西 同时我们强调我们的业务region 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需求 有其他的需求有提升 所以说我们我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危机 同时也是转机 也是机会这样 那么这里边有你自己的思考 也有你自己的观点 是经过感觉是经过思考过的 是有想法的 对不对 相信能够打动马老师这样 好吧 那回到我们今天主题 图表分析文案 或者说我们说图表分析的文案 或者说我们汇报时候 可能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的 这个文案的撰写 或者是怎么去打一个复稿 怎么去简单的写几句话 通通过像刚刚前面那样的 三五分钟或者两三分钟 可能几百个字就很 迅速的去表明你的观点这样的 所以说我先要把自己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的边界确定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确定的不是一个长文案 不是那种咨询公司的调研报告 可能经过了一年半载的调研 有很多数据整理 然后写报告 不是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针对的是一个短场景 非常短的 就像短视频那种 可能几十秒钟或者一两分钟的 很短的时间之内的 你像你的同事下属或者上司汇报的时候 这个场景可能是很突然的或者是有准备的 总之你是希望传递一个观点 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或者像或者说你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在图表上在文字上你应该怎么准备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准备 这是我们讨论的边界 我们不会覆盖说全部的说 我写一个作文写一个分析报告 怎么来写这里面不涉及这样 我们只是限定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短时间的场景 好了 我们的想法是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分析师 咨询师或者业务人员来讲 其实我们会经常说通过图表 然后通过文案 图表加成文案 这个文案其实是可能你是事先写好有个草稿的 但是你也可能是打一个副稿 就只是在心里想一下 或者本来就是周会 或者本来就是月会 你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仔细准备 或者大概的都是例行的准备 那么你把图表准备好 把文案准备好 然后你可能需要讲解 这个讲解可能是在公司里边 在大会上或者小会上 可能就几分钟时间 那么好的部门可能比如说周一或者周五的例会 以上五几个小时的时间 每个部分都要讲一讲 那么负责人再讲一讲等等 这个部分讲 其实你的时间可能很少 就五分钟 八分钟 三分钟这样 所以你的目标最后是 主要是在传递你的观点 你自己的观点到底是 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我们全部的文案图表的设计 综合到讲解 其实人家是看不到你怎么写文案 看不到你怎么设计图表 大家看到的就是你讲解的时候 那个PowerPoint上面的页面 可能有几个页面 还有你的文字 你的叙述 你的体态 你的表情等等 来传递你的观点 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 马老师要约见你 要约谈你说 等会来我办公室 既然这样的话 谈谈你们剃头部转型的事 如果到这种效果的话 我想这个SQ框架的话 可以扩展到A 我们加一个A 就是说提供解决方案 或者说 基于SQ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说 提供一个方式 或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不是有了这个想法吗 好吧 那你可以继续谈 就是说 怎么解决这个转型的事情 你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想法 这样的话 其实基于前面的SQA 我们就有一个闭环 因为我可能可以有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行动 闭合起来 那么不仅仅停在传递观点 你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 所以说如果能到这个层次 能到马老师约谈你的层次 那我觉得就 意义可能就更大了 所以说我们就狗尾虚雕 就加了一个A 就表明说 尽可能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能在讲的时候 除了传递你的结论 你的观点之后 你可能进一步说 如果有这样的结论的话 我们有什么样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行动 我这个讲出来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就是在整个的 三五分钟讲解里面 效果会更好 好吧 那么把刚刚扩展开 那么这里面有几部分内容 S背景 C冲突 那么我把这个Q放在和C放在一起 因为通常来讲 其实我们讲SCA就够了 Q的话通常来说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C你解释的非常清楚的话 Q自然而然就提出来了 所以说一般Q可以省略或者不写 所以说我们把CQ放在一起 然后是结论 然后是方案这样的 就是SCA加一个A的这样的框架 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方式 就这样的 就是你知道SCA这个东西之后 你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再加一个结论 再续一块 那么其实这个文案 本质上还是SCA了 只是说我们 好吧 你就看说 颈算添花也好 或者狗尾虚雕也好 我们加一块A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它提出来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建议的整个宽战内容 看起来很简单 对吧 我觉得越简单的工具 那么可能越好用一点 是很复杂的东西 好了 那么稍微展开讲一下 第一步就是S了 那么S的话 你应该理解说 这是一个情景代入的 它的目标 目标是让观点的传递更加清晰 情景代入或者说共情 或者说大家达成共识 总之你可能会提到一些分析的目标 或者业务的场景 业务背景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大家都认识的一些问题 或者大家都同意的 知道存在的一些问题 大家认知 是有共同的认知基础的一些问题 这个很重要 当然你可以顺便讲一些数据的来源 我们的分析等等等等 总之这一步的是相当一个 类似相当一个伏笔 或者讲故事的时候 讲故事的时候 从前相当于这个 从前有座山 就这个 那么它是一个情景代入 是需要你的听众能够说 这一步我了解 我知道 你说的我都同意 你说的 你的那些见解 你关于背景的这个认识 和我差不多 那么我们有个共识的基础 这个S交代清楚了 那么后面的CQ就好 CQA就好展开了这样 尤其是C 如果S没有交代清楚 它对你的S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有疑问的话 或者是没有共识的话 那么你后面的C 那么也不会得到认可 这样 第二步就是CQ了 我们把CQ放在一起 那么这里边其实更多的是 如果你有数据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数据 或者有部分数据 或者是全部都是很多数据的分析 那么这里边是需要对图表的信息的重要的信息的 做概括和提点 其实图表最后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围绕你的观点来说话 要支撑你的观点 所以说在图表分析上 你可以从概括到具体 从共性到个性 从主要到次要等等 你是有一个逻辑的 是从总到分 或者从分到总 总之是有一个说话的逻辑 那么让图表支撑你的观点 或者反过来 先说出来观点 再去图表来验证等等 不同的方式来展示说 我的这个C是什么 目前我面临什么问题 那么我面临的这个问题 你看在表一里面有展现 那么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在另外一张表里面有展现等等 另外一张图里面有展现等等 那么这个描述可能是要概括性的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信息 那么也要有适当的提炼这样的 那这里边其实更依赖于说分析师或者咨询师 或者你你这个所处的角色 你这个发现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依赖于你对业务的了解等等等等 这是每个人可能所处的背景 所处公司的工作内容不一样 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对于数据的分析 通常有一些是共同的 比如说这个趋势规律异常 这是我们之前讲 分享里面讲过的 就是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可能有三样东西你要关注的 一个是趋势 如果有日期的话 你肯定要画趋势线 画这个时间序列 观察一下它有什么趋势 趋势里边相应的 有没有季节性的规律 那么同样有没有一些异常 对每一个变量 单独变量作业分析 或者是多个变量联合分析 有没有相关性等等等等 这都是分析师的一些 基本的素养素质 这个我们不展开讲 总之这两步 C和Q 其实首先是最重要的 就是对业务背景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知道很多数据分析师 都是由产品线的 或者市场线的人转过来的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只有他们才最了解数据 他们最容易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数据到了他们手里 才会变得生动 变得有意义 这样 这是第二步 那么在这里边 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就是说 如果涉及到图表的话 其实会经常涉及到图表 那么这里边 你千万不要服输所有的细节 不要把图表里 所有的细节都讲出来 因为你可能分析 花了很长时间 你觉得这是我一个礼拜分析的成果 我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它 其实没有必要 同时你也不要去试图描述所有的背景信息 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再解释这样的 毕竟时间有限 然后不要加上你的个人的主观异端 不要夹带一些 似乎你自己的一些观点 放在图表里边 或者放在一些文字描述里边 不要去取决图表的原因 一定要真实的还原它这样 当然也不能包含一些误导性的推导 结论等等 这是需要注意的 这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我们就带过这样 当然最后一个 SQ的话 然后就到了A 就第一个A 就A1吧 那么我们这里边 其实要讨论的是通过图表 那么有什么结论 有什么展现了什么问题 可能展示的是什么原因 或者出现的表格里面展示了什么 有什么的例外 或者是一个结论等等 这个整个是支撑你的 短短的三五分钟汇报的 这个结论的这个东西 要给它说出来 那么最好图表上 图表上如果有的话 也展示出来这样 当然一般来讲 很难说一张图表 你的分析结果 直接展示了你的结论 那很难 但是你要确保说 你这些图表都能支撑这个结论 这样的 那么你结论可能靠文字了 一些很重要的文字 放大的文字 再加上你的解释说明这样 当然你要解释 这个目前的这个结论的影响 意义 他的对某些业务的发展 就是说和他们的相关性 等等等等这样的 同时你可能又说明一些 这图表里有一些意外的结果 还有一些不经人意的地方 你要说出来这样 那至于对未来的牺牲 还有其他东西要事情快而定了 当然你要用适当的语气表来观点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传递 去讲解的时候需要的一些东西这样的 这是第三步 就是说我们把S算一步 C算一步 A1算一步 然后到了A2就是解决方案了 解决方案的话其实是看缘分的 说实话 因为这个是不是你每次提到的问题 结论里面都有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都需要的 如果需要的话 而如果刚考你有这样的方案的话 我觉得提出来是有必要的这样的 好吧 那么这个要看情况这样 我这里面最后一点就是说前面的SQA的框架 讲完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说其实我们写的文案 当然前面是指文案对不对 这里面是图表 那么注意一点说图表和文案一定是相互支撑的 那么所以说你图表做完之后 你文案整理好 你要看一下图表和文案是否是相互支撑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他们的表明他们的相互支撑的关系这样 当然等一下简佳老师也会讲一些图表和文案 相互之间的关系 其实蛮复杂的这样 我们这里面只讲了一种互相补充的 互相支撑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种这样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说图表 单独看图表也能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得出一个观点 这是最好的这样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那些合理的恰当的图表 观众能理解的图表 那么一般来说 一张图表 最好就一个结论就够了 这样 那我下面 徐老师你那边没有声音了 嗯 现在没有吗 菲菲有声音吗 还是没有 哎我这边听你 哎可以了可以了 哦那只是我 我这边听你 我听你很清楚 好的好的 那我们讲这个例子要混合办公模式的未来 刚好和下面的当前的情景相匹配 那么这个是来自于一个报告 是叫甘斯的这家公司的 它是做混合模式 混合办公模式 这个可能这种方案推广的吧 我们不要看细节先看这个总体 那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边只是一个事例 它其实并不适合于它是来自于他们甘斯的一个调研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很长有很多页 我只是从里面找了一页 当然这是几样帮忙找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非常恰当的一页 那我只是表明说 这个办公模式里面也包含一些SCK框架的东西 我们来去套用这个 去套用或者是去找出来那些SCK来表明说 这个框架其实是解决一部分问题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刚好是适用于SCK的 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 其实它就要是放在全文里面来考虑 它是恰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拿出一页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边有些内容 其实是不是特别恰当的 比如说因为大家没有仔细看过我们都刚刚看 那么这部分的话 其实是来自于这里边的内容 这样的 但是这个全篇的这一页的内容放在整个报告里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报告的专业者一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会只是说 他可能说如果单独讲这一页的话 我们要传递观点的话 那么这里边可能要改变一些东西 好吧 我先说明一下这样 那么这个整个架构是这样的了 前面上面是一个标题 它是一个执行在要的标题这样的 前面我们不管它 我们只看下面 下面蓝色的部分 其实是这一页的主要的观点这样的 或者说我觉得在这个设计里面 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它一定会放在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解释这样 然后下面是支撑图表 这是一张图 然后下面还有一张图 一共有三张图这样 好了我们把它详细解答 打散开看一下 在这里边 执行在要里面 最上面黑色我们不看 看这边 这边其实是从这里边提出来的 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一页来讲 我们或许换一个自己的观点 可能更合适 比如说 这里边蓝色的这里面 可以写它的一个核心观点 说其实混合办公模式 是我们未来的最重要的选择 或者最核心的选择 可以这样写这样的 而这里面是写了一些背景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疫情之前 这是一个观点对不对 然后现在怎么怎么样 好了 这个看疫情之前 现在这不是有点像 是吗 这个现在呢 是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问题 包括 很多员工 愿意需要有固定工位 然后那么行政人员比专业人员 就管理层 他们更需要 对不对 还有说固定工位的好处等等 这有点像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给他拆解分析一下 好了 我们把那段话拿出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说 疫情之前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固定工位的员工 50%希望有固定工位 那么好了 这是S对不对 这是之前的状况 之前的状况 可能是在2020年之前的状况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变化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这里边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S 疫情之前 而这个呢 第三点呢 是C 现在 这是第一点 那么很多员工愿意牺牲 居家办公的灵活性 换取在公司的固定工位 也就是说固定工位 还是非常有 需求的 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 这里边是第二个C 对不对 那么在领导层里边 比那些真正干活的那些人 可能更容易获得 那个中意的 那个固定工位 第三点就是说 其实人们现在发现 目前你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的表示时间的 目前人们发现 恰恰容易缺少这些东西 人们才发现说 其实 无固定工位不利 或者说反过来说 有固定工位 有利于保持社交距离 有利于隐私保护 有利于健康福祉 所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S和C 对不对 你就知道说回头看 回头看这个页面里边 在这个页面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这里边这些小字 或者说比如说你演讲的时候 这些小字可能就是你念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你讲解出来的东西 而左侧的蓝色的 蓝色那个区 我们说了 我们可以改成 比如说混合办公模式 是我们未来的核心选择 比如说这个观点的话 那么右边那些小字是支撑你的观点 右边小字的叙述 其实是有一个图表支撑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张图表 当然我们不会再详细仔细看它们内容了 但是我可以确定说 这张图表其实展示的是 支撑的是这个观点 那么第二张图表支撑的是这个观点 这样是这样的关系 对不对 第三张图表其实是支撑的这个观点 回头看这张图 我们就知道了说这张图里边 其实下面的三张图 那么两个环形图 还有两张条形图 一张条形图 还有一个定列助撑图 那么它支撑的 其实是前面上面那些小字的观点 对吧 也就是说支持的是C的观点 对吗 所以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说 就是它们的支撑 这个架构是非常清晰的 我拿这个说例子 只是说明说 这里边的单独内页拿出来 如果要传一个观点的话 其实它的文字文案 写的已经非常完善了 那么对应的图表支撑 也是非常清晰的 结构非常清晰的这样 好了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给出那个action 给出行动 对不对 好了 考虑到员工的需求 那么可能我们首先需要与员工沟通 高质企业的困难 其次我们可能把员工做一定的细分 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员工 提供不同的支持手段 对不对 在最后我们可能主要的核心观点 或者我们的行动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采用混合办公的模式 因为前面的结论已经说 混合办公的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 那么我们就选择混合办公的模式 吧 等等这样 那么这就有了一个扩展的A 这个A其实更有意义 对不对 现在又把结论对应的方案 我们也提出来了 假设这个结论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 等等这样讲出来了 回看这个例子 整个的这个例子 那么从这一页里边 你可以看到下面支撑图表 然后中间 上边右侧的那些小字 就是你 其实就是你要写的文案 其实也就是几百个字 可能就一两百个字 可能一百多个字就够了这样 但是他会把 S和C讲得非常清楚 对应的这个观点 A是放在左边 那个蓝色区域里比较恰当的 然后那个Action 你也可以再进一步讲解一下 那对你来讲 可能pointpoint的 讲稿里面可能就有两番页 就够了这样 好吧 那我相信这个例子 可能大家能够更容易理解说 SQAA的这个框架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子 当然了 对于这个图表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再做适当的设计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里边的话 其实这张图里边 它的结论上面很清晰了 当然我说明的是这个图 就是除了BLT之外 下面的部分都是原来 那个文章的截图这样 那说目前无固定工位的员工 正在寻求什么维持隐私 保持适当事要距离等等 那么是一个是固定的 一个是非固定的 那么就是说无固定工位的员工 对公司的忠诚度比较低 那我觉得假设 我觉得说 这种图其实从支撑观点的角度来讲 它表现的并不好 因为其实我要表现的是固定的工位的员工 和无固定工位的员工 他们之间的观点的差异 对不对 忠诚度的差异 所以既然为了表示差异的话 其实我可以把轴线缩短一点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种图 这是一个比如说 Tableau里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刚刚那种图 我这个是从零开始的轴线 但其实我是刚刚那张图很明显 我其实是为了表现一个差异 对不对 固定和非固定差异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能会换一种方式 我们可能用这种图来表示 用一个棒棒糖图来表示 他们之间的差异 我这个零线可能 我下面这个水平线 我不是从零开始 我可能从二开始或者是2.5开始 这样的话会把这个差异放大 比如第一块 第一个类别 第二个类别 第三个类别 他们的差异放大 有3.7和3.1之间的距离拉大 拉大的好处是说 其实我是强化了他们的差异 那么把这个观点支撑的更加清晰了 这样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 像蝴蝶图 或者类似金字塔的图 这样的做一个对比 但这种方式其实感觉起来说 不如第二种好 对吧 我们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些说 其实这种方式的话 对比起来并不是很清晰的 这两个长度很难比较 所以说可能右侧这个图可能更适合于这里面表达 对吧 那么这里面只是一个演示 说大家可以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去表达这个观点 只要没有误导就可以 所以这样好吧 也就是说在图表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可以做适当的设计 这样 刚刚是前面讲了SCQA 然后讲了互相支撑 这里面讲的图表 关于图表的内容的话 当然我这里面给出的一个例子 是关于电子广告的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例子 但是并不表明说 它里面就是很明显的支撑SCQA架构的 但是我要用这张图来说明说 这张图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完备的东西 也就是说从内容方面是完备的 我们可以认为说这里边其实包含了观点 包含了SCQ这样的 那么同时有一个图表支撑 有一个表格的支撑 那下面当然还有一些公司的信息 还有一些数据源等等 这样的信息 当然我是从内容的完备性来讲 这张图并不是表明说 它一定是遵从SCQ框架的这样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图表里边 一张图表里边 假设这是你做的图表 你上要写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这样 不要用描述性 不要用结论性的观点 当然是如果有的话 通常来讲应该有一个观点这样 其次你的C和Q 当然主要是C了 主要是C了 一定要写在这里边 然后旁边可能是一张图表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PowerPoint的一个页面 一个讲稿的页面的这个样子这样 或者是一个图表的样子这样 当然图表本身的话 它内容是应该是晚辈的 也就是说单单看图的话 其实我应该就能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 能看懂你的这个柱状图 条形图 顶图等等等等 说看了你的结论 再看图就更加清晰了 他们是互相支撑的关系这样 当然图里边可能也包括一些 补充文字什么的也要有清楚 那么这里面是讲的是 从支撑文案的角度 那么图表应该怎么设计 那么他们应该是一个互相支撑的关系 你当然不可以拿光光的这样一张图 来跟人家说明这样 不能 不可以或者不应该 也不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说这张图 哪怕单独给人家看 人家也能看懂 也知道说我要传递什么关键 而不需要配合你的 你的手势 不需要配合你的表情 不需要配合你的体态 不需要配合你的任何语言 那这样图最好本身也有自说明性 这样那么关于图表的自说明性 这里边是一个更好的例子 这个例子应该是之前我分享的时候 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是关于推广 不同渠道推广策略的这样一个例子 这张图的自说明性 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 当然严格来讲说 它也是从一个报告里摘出来的 所以说我不能说这个就不好 只是说放在这里边 如果按照严格按照ICQ来讲的话 那么我认为说比如说左边 左边这一块其实应该放一个 结论性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描述性的东西 这样 而这块表格的信息 包括这个东西应该把 比如说这边其实可以放在左边 那么包括一些S 包括一些S和C的东西 可以放在这边这样 那表格是支撑的 那这个表格设计的也是非常出色的 很显而易见 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差异 对不对 这个表格要告诉我们是差异 它并没有比较它们今天的大小 它们的数值 它没有给 它关键的是说 给出说offline和online 以及offline加online 就是混合的方式 两种方式比offline多了多少 这个差异 那么它的这个是 应该是收益了 对不对 收益的比较了 一个普通的渠道和混合渠道策略 它们的差异这样 好吧 这是一个自说明的例子 说明和前面的 我要说的是观点是一样的 或者类似的就是说表格应该有自说明性 就是单独拿出一张表来 那么也有自说明性 那么我相信很多程序员 如果在场有的话 我们也知道说 你写一个一段代码 也有这个要求说 我不需要看文档 不需要看补充文档 不需要看技术文档 我只要看你的代码 加上代码里的适当的注释 我就能看懂 根据点变量名字 我就能看懂说 这段代码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是程序的自说明性 图表应该就有这样的性质 好吧 我们进一步的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图表一定要有观点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例子 是之前一次活动的分享的一个例子 这里边给出的是 07到11年的总销量 那么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展示的是品牌和车型 这个叫什么 整个的东西展示的是 左边是车牌 对不对 不同的品牌 右面是车型 对不对 不同的车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overview 对不对 就是盖揽了 对吗 overview 是盖揽 它其实没有观点 对吗 你说我想说明什么 当然我每个人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 其实对不对 或者可以观察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观点 那么 这张图里边 就是有观点的图 对吧 大家可以比较一些这两种的差异 那么这个里边 我觉得这张图可以叫view 对不对 它是有观点的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哪怕我旁边没有文字的描述 你也能看出说 丰田 有三种车型 福特对应的这么多种车型 那么这是他们生产产品线定义的差异的 这是观点 对不对 而这个是overview 这是盖揽的吗 所以说我们通常来讲是希望大家有这种图 有这种有观点的图 所以图表的观点是最重要的 这个观点是配合你文字 配合你的文案的 比如说你讲的这一页的讲稿里边 一定要有一个观点 那这个图表里边也要有观点 文字叙述里要有观点 他们是相互见证相互支撑的这样 好吧 那么我们到了结论部分了 那么 从文案上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撰写文案 支撑图表最多的目的其实是传递观点 那么最好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期待的一个方案这样 那么同时对图表 对文案和他们图表和文案相关系 那么大家要了解说 他们是需要互相支撑的 你不能说A的文案 然后给B的图表 那是不对 他们要互相支撑 那么图表本身应该有自说明性的这样 这是关于文 那关于图的话 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结论性的标题 不要有描述性的标题 然后当然是最好的 应该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有观点 然后是要有一个支撑性结论的 支撑结论的这个图表 然后有一些辅助的说明性的内容 还有一些其他的普通信息等等 图表在内容完整性上要确保这样 当然你可以对着ICQA来去看 说A在上面是主要的标题 这个观点 SC 那么在小字上 小字那些小字 那些小字层次描述了背景 以及冲突存在的问题等等 这样确保图表的内容上是完整的 好 这就是我讲的内容 那么回到一句话 就是一切始于观点 那么有了观点 我们才知道去用什么样的背景 提供什么样的冲突复杂性 然后要解决什么问题 好 我的讲解就到这里 菲菲 诗老师是不是季老师的话还要再继续讲解对吧 是 对 那我就退出来 对我现在就是季老师的话应该是可以可以分享了 好 请解 谢谢诗老师 好 谢谢菲菲 好 我来个小时 那我来个小时 嗯 希望我什么 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你的屏幕 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吗 可以看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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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先简单做一些稍后吧 这个是我们上次主题活动所来我们上次画的一个指示 就是大家如何通过这种视觉化的方式去 比如说介绍一下自己 比如说这个是我自然的一些信息 然后下边是经验技能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还是关于就是 如何更好的用数据讲故事 所以这个我也画了一下这一图 就是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 就是说数据它很重要然后很多 但是它往往就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为大家所见 所以就让我会用这种就是灰色的部分 一个大的圆 然后呢等到我们再去做一些分析图表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从数据中去提面 去包括去整理数据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这个通过图表的呈现 然后等到我们去给别人去输出内容 去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图表 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所以还看到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这个时候倒不是说我们的内容 结构一定是三角形 而是说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这样的内容需要有一个结构性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让这种图文包括你的观点 就是就是更好的一个讲解 OK这个是我这边的个人的一些介绍 然后呢右边右下角是我的那个微信的二维码 就是说包括就是等会大家对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如果后面有些问题 我可以在我个人的微信上 大家可以去讨论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谈论一下 就是就是漫画艺术中的图文关系 和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关系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其实可能大家再一看这个主题 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漫画的话和数据可视化 就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其实 就是大家如果是从小 就是比如说看漫画或者是 那个他其实会 其实会知道 就是说这两者他都需要通过一个视觉化的方式 去呈现 就是呈现和表达信息 以及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完全没有文字的漫画 或者说图表 其实都非常少见 就是说就是文字的话 就是说在漫画里面可能是 关于这个漫画的一个背景信息 或者是人物说的一个话 然后呢文字的话 在图标里面可能会是 就是比如说图标的一个标题 或者是哪怕是图标里面这个类别 和相应的一个数字的形式 也就是说 就是说作为制二者 他们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 都是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信息 但同时也是 就是说在的图和文 都是需要产生一个配合和组合的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就是 就是在的图片和文字的一个特点 就是首先就是说 首先作为文字的话 就是说它在传递信息的时候 它的一个优点是说 它是精确的 就是说如果是作为母语的话 就是大家在用文字去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不用去担心 比如说就不太容易产生误解 同时的话 同时的话在诗歌和小说中 就是文字 其实它也可以有更细利的一个表达 就是传递这种更细利的一个情感 然后像图片或者图表 它作为视觉化的一个呈现方式 它的一个优点 其实是可以更抽象更概括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一图胜千年 同时的话就是说 就是说当你想给你的读 比如说同时当你想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或者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时候可能说用这种图表 或者图示化的方式 这时候其实可以更好地让对方理解 并且被记住 左边的这个图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其实它左边的这个金字塔 它左右两个部分 其实都是分别是图片和文字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金字塔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时候金塔 它其实的意思是说 在人类文化早期的时候 就是说这和图片和图片和文字 其实它之间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接近的 这个的话应该是 就是IT的那种下方文字 对 然后呢 以及在在人类历史早期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其实没有那么高的 绘图的工具啊材料 包括水平 所以的话其实画 就是在的图画或者这种 这样的艺术作品 其实它不会就是非常的复杂 就是可能也不会那么细致 然后呢 就是说水平的文文化发展 其实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样的文字和图像 图像它在分别往两边去走 就是文字的话 它开始越来 就是文字的书写 可能是这种字母 或者是就是越来越抽象 同时的话 就是作为绘画的话 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说这个分享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我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 就是叫那个理解漫画 然后的话在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作者他总结了 就是漫画艺术中 就是图文的七种关系 同时作者也举了很多例子 然后讲解了这些关系 就是说这些图文关系 他的一个特点和表现应用的一些场景 这个套我觉得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 以及就是说在这场的工作中 其实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两者之间 其实就这件事情 包括在这些总结分类 可能对于大家做分析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对就说 就是说在我们去做一些分析报告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应该比如说如何决定在的图文的关系 包括比如说详略 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很多时候就是说就像规则或者模式 就是说大家只有熟悉常见的模式 才有可能说去更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地方一共有七种模式 那我们就按顺势看一下 就是首先最常见的是文字具体 就是文字具体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们再去看一个分析报告的时候 就是文字它已经提供了 就是提供了你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信息 就是你可能就是如果就即使你不看图 你用版文字这样太假 你也可以了解所有的信息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图表的作用 它可能是用来呈现一些辅助的 或者一些背景的信息 比如说右边的这个的例子 它是关于消费者 它比如说在去年的每100美元的消费支出中 其中有多少是花在比如说汽车和零件方面 然后呢其他的可能是在那个食品和饮料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内容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我们光看文字已经 从那里面已经已经了解了所有的信息 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放上图的话 可能会让会让大家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 可能就是更更倾向一点 这个的话可能有时候也会在一些文章里面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就一般出现这种文字具体的情况 往往是因为就是作者他在一开始写的时候 他可能其实是先把比如说整整个的内容 他已经用文字的就是一篇文章都已经写完了 就说他可能他往往是在就是稍后才去配一些图 去用来比如说可能是为了补充 或者是他也是想通过加一些图的方式 让就是整篇的文章看起来更形象生动一些 这个是文字具体 同时的话作为文字具体的话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文字本身通过一些排版 或者呈现 其实他也是可以看着就是看着这种图表的一种表现形式 比如比如说下面的这个例子 这个的话其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高亮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高亮表的内容 就是说他其实这里面既可以有具体的文字数字 也可以通过这种颜色去呈现比较这种数字的一些大小和分组 然后上面的这个例子 其实也是用了前面讲的就是关于混合办公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喜欢就是我 就是我们做一个环心图 觉得环心图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就是说这个图其实也是可以简化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比较关心和强调的是 占了一个百分之九十 所以所以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直接简单的去直接告诉大家 比如说疫情之后有百分之九十的员工 他还希望获得固定的工位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再看一下 就是图画具体或者说这种图表的内容具体 这个的话可能是就是大家在就是做一番这些可能这场工作中 在输入内容的时候可能 就是说可能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图画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做法是说 就是我们会在图表上去把一些相应的信息通过相应的比如说趋势线 平均线或者是相应的一些线头数字标识包括结合图表的一个图例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整个图表 他他就是提供就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信息 就是所以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下边的文字的部分 它的一个作用它的一个作用它是为了就是说进一步去强调或者说说明一下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趋势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图画具体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是就是图文这些具体 就是说在左边的这个示意图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W和P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等同的了 并且它中间用一个等于号表示说他们其实是就是说图表和文字 它向用户重新的就是同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这件事情怎么说 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就是我们在一个分析报告里面 同时提供很详细的文字和图表 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太推荐 对然后我们以右边的这个就是例子 就是在了一个汽车厂商的份额报告为例 就是说就是这个这个报告是上面写图 下面是文就是说作为读者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看完这个图表以后 其实我们其实我们已经了解了完整的信息 就是说这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列出了各个品牌的厂商 以及它比如说生产的特性 同时呢下面也告知比如说作为这两个品牌 它的比如说在在皮卡里面呢 它的一个生产的就是相应的一个比例 对就是就是右边的这个字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就大家从上往下 就是说在看完图表以后 作为读者他已经了解了完整的信息 这时候呢这时候他再去读一遍这个文字的信息 其实并没有额外的收获 就是说怎么说吧 就是说就是有的分析报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般就是这么做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他可能会考虑就是他的受众 就是说他可能他的受众里面会有一些人或者用户 他可能就是更喜欢更喜欢阅读文字 或者说他他没有相应的图表的一个基础 这时候他的读图能力比较弱 所以在出这样的报告的时候 其实是会就是额外多花一些时间精力 其实就会把就是图和文 其实都都做的蛮详细的 OK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图文交叉 图文交叉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图文交叉的意思 他是说就说图和文 他们在信息上就是有一些重合 然后呢除了这种重合以外 他们同时又再去呈现一些就是不同的信息 就是我们以这个例子为例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字的部分是 就是这个人他说的话 然后呢通过这个文字 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一些 这种说话的一些习惯或者态度 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文字去掉以后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 从这个画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就是从这个图画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就是这位报发布 他其实全身是在散发的金钱的味道 对然后呢这两个的 就是说在的文字和这张图 其实他的一个关联 或者说重合交汇的 其实是这个项链 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也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大标题包括文字 其实他讨论的是跟咖啡相关的事情 然后呢作为文字的部分 他其实是就是说他有说到咖啡因的问题 以及说比如说是出去买咖啡 还是在家做 以及比如说如果 如果是在家做咖啡 有哪些可选的设备 包括一些推荐 然后呢图的部分 其实图的部分他是 图的部分这个这里面其实是 他讲的是关于星巴克的 咖啡因的一个信息 以及这个图里面其实 除了咖啡因以外 他还有比如说不同 星巴克不同咖啡的一个色料 甚至还有一些星巴克的一些门店 分布的信息 就是说就是说在这图和文 他们交汇的内容是关于咖啡因的信息 就是说一般就是说 就是说到我们再做一个报告 做这种图文交叉的一个 就是这么做的一个好处 或者说考虑是说 读者的话他先比较 他可以比较快的通过文字的阅读 通过图的一个部 图里面重合的部分 这时候他可以比较完整的去了解 主要的信息 然后呢 就是说当他如果 他有一些额外的时间精力的话 他可以进一步去探索 图表的其他内容 对比如说这个例子 他就可能说 就是说当他了解了 就是说在家可以用哪些方式 做咖啡以外 他也可以在这顺便的去探想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当他要同时考虑 就是咖啡 比如说如果他想同时兼顾 就是比如说低咖啡音和低热量 这个时候他有哪些选择 这样的话可以给读者留一些 探索的空间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 就是说 还有一种场景是图文加乎依存 或者混合 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的图和文 他需要就是结合起来才能表达一个 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就是信息或者意思 就是我们以这个就是漫画里边的一个例子 就是为例 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他嘴上在说 就是他为你感到很高兴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画面的话 去看到他这种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表情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结合到生活中的场景 就是说就是我们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不光会听一个人在说什么 其实我们还会感受到和注意到对方的一个表情 和就是语气语调 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信息 所以的话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图文还需要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衣纯配合 做一个整体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图文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再者例子是讲的是关于调研数据的一个分析和进一步的优化 就是说在这个报告里边就是说 他一共收到了这么多的客户评价 其中呢 比如说有蛮多的是跟服务相关的 以及呢就会其他几项就是 其他几项其实占比可能是占了40%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 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观看图的话 可能会觉得就是排名第一的是 是需要我们就是最先去行动的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 比如说这时候再去补充或者说结合文的说明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在的意思可能是跟 嗯 嗯 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服务的话 它的服务的质量品质 它很多时候它是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嗯 就是说作为下一年的一个计划 它是嗯不太容易优化的 所以的话就说在的文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就是排名 就是比如说第二重要的事情去开始 并且可以就是定一个这种量化的指标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优化 所以的话就 嗯 以及就是说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我们从排版的角度 就是这个例子也就是也更容易就是排版 就是说因为上下结构 就是你只要分别去把文字写好 把图贴上就可以了 这个是图文相互一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同时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进 就是改进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们不再是 就是就是一大段的文字下面贴一张图 而是说我们把这个在文字的信息可以更好的 比如说打伞 比如说打伞或者说通过更好的排版 把它去放到就是跟图 就是相应的一个位置 就是通过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图文的他的一个 这种就是相互一纯的关系就是说让他更密切 就是说 就是说作为漫画的话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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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画里面他的内容因为都是印刷的嘛 所以的话就是漫画里面的图文他是 就是说其实他都是静态的 就是说相比之下就是大家在做数据可视化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的鼠标移到某个位置他其实是会省 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这种图表的tool tips的方式来去呈现一些普通的信息 就是说从从从这个角度的话就说就说就说在这种互动式的一个图标里面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图文的相互一纯的一个光级 OK然后呢还有一种在漫画里面还有一种形式是叫就是门太奇式的图文混合 就是那个门太奇他在那个法语里面他是一个就是简洁的意思 然后呢就是大家知道门太奇这个词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就是就是看电影的过程中 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说这个导演的风格或者这部影片 它其实是一个通过门太奇的方式去通过这个通过门太奇的方式去组合去传递就是或者去感染你 然后呢就是说在漫画里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具有门太奇的风格的时候 在漫画里面它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文字他就是说他其实更像是画出来的 就是说这首文字他是以一个图画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跟相关的图的内容去这种就是就是这种绘制和结合起来 就是说这个的好处或者说目的他也是用来这种就是进一步的烘托整体的一个气氛或者氛围 这个的话我本来是想就是也是看一看就是看一看是不是有门太奇式的图表的例子 然后是没有找到对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说就是毕竟大家还是在商业场景比较多就是说就是大家在做分析报告的时候还是就是说就是你的文字 这里的图还是尽量要更有一些结构性 还不是就是过于随意的去把它混合甚至是混杂对就是以免造成所谓的这种就是蒙太奇式的分析报告 OK 以及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最后一种最后一种的意思是图文相互平行 就是说这里边大家会看到左边呢这个W和P它其实之间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组合就是好像就是各不各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作为图文相互平行 图文相互平行其实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 其实就是文字和图它其实是在分别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是说看不到它的相关性 然后呢以这个漫画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看左边呢比如说第一页的话其实是它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旅行者 他走在夜晚的沙漠中 但是上面的文字是关于去买东西的这件事情 然后呢等到等到吃到第二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刚才的那个文字其实有点像花外音 就是说其实是主人公他刚刚在做白云门 然后呢这时候可能他老婆在跟他提示一件就是买东西的事情 就是说以及在漫画里面有时候他们这样就是这么设计的原因 也是说一方面可能是这样的文字放出来可能会有一些背景的信息 以及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的图文它在后面的内容里面它是会就是最终交汇的 嗯然后作为图表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表就是上面的这个图 比如说是在讲我们每天收到了多少的分析问卷 然后呢下边的文字其实是在讲的话 是说是是不是商业的比如说问卷系统更好 以及这时候还在讨论是不是跟总部去申请一些经费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说大家在做分析报告的时候是需要避免的 就是说呢就说如果你在这样的一页的内容里面 你放上了图和文就说他们之间就是如果完全没有关系 那这时候这时候读者在看的时候他会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的话比如说像像这个图或者说这个例子 嗯就是如果是要改进一下 比如说嗯这个时候可以是说上面上面可以讲 说我们每天收到了多少问卷 以及说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或者说反馈比较多 就是说比如我们想更好的去收集存储客户的问卷 然后下面的文字你可以去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问卷系统对我们越来越重要 所以的话是可以申请一些经费去把这件事情做得更稳健 就是说至少至少他们之间是要有一点关系 OK然后我们在的七种关系就都打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嗯这个时候就嗯就是当我们去了解了这些常见的关系 然后呢再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自己需要去做一些分析报告 嗯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写了一段的文字 比如说分析的内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补充一些图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一个图表 但是觉得这个图表就是乍一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需要去写一些补充的文字 所以的话就是说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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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自己要去做分析报告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比如说会根据哪些情况去考虑图文的比重 或者是在的关系嗯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没有就是标准的答案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做这个选择或者决定的时候 大家可以从就是在列的一些问题就是开始 比如说你的用户他他是不是有比较好的看图表的能力 对以及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报告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啊然后呢甚至是说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充裕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排版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说把文字和图就是把文字更好的去组织 放到图表的相应的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图文的这种这种混合就是嗯就是更美观更清晰 对所以的话大家嗯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考虑决定 嗯同时的话就是说在在做这样的决定其实嗯就是嗯就是在的前提还是说 以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嗯嗯最重要的是你要去表达有效的信息 以及就是说尽量让这样的信息能够被你的读者用户能够看懂接受 嗯以及我们在刚才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说到了有就是七种常见的图文关系 其实比较推荐的是说就是说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去嗯比如说文字具体或者说图表具体 包括图文的这种相互依存就说这些都是嗯比较推荐的 就是嗯就是避免的是说嗯就是可能要要注意或者避免的话 就是就是下面的这三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的图和文都花了太多时间去放内容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会这个时候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是不是太容易了 是不是可以讲话一点对 以及最后两种是就是就是就是不要去这么做的就是这样也避免就是说这种就是就是这种 嗯比如说比如说在的这种图文相互平行会让别人就是搞清楚你的重点 然后呢如果你的整个图文整个的布局排版就是非常混乱的话 其实也会让别人就是就是嗯就是不容易理解所以所以就是大家有时候在做分析报告 或者说在一页的PPT上就说就是如果你堆了太多的东西的话 就说嗯嗯这种反而会就是造成一些混乱所以所以你不如说把一些观点一些主题 就是说可以逐步去展开 嗯然后我也简单总结一下 嗯然后我也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作为数据分析师就是说 作为喜欢数据嗯就是做数据可视化这件事情的就是说分析师 就是说我们为了做做好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嗯图表啊设计相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啊包括日常怎么跟别人比较快的沟通讲解 对所以的话就是说嗯就是一方面大家可以说去更多的去阅读和学习本专业的 包括相关的嗯分析的图书文章然后去学习工具的使用 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分享也是想就是说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也可以尝试的去去开拓自己的眼界 尝试的去从别的领域里面去学习和借鉴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呈现信息去表达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大家可以来就是进一步的去补充你的就是工具箱 然后嗯这个内容里面就是就是这个内容里面其实像很多图的话 就大家平时在做的之后 就是说这里面很多图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通过就是比方说当我们在菜图里面 比如说会有一些像这种故事的形式就是这样的图就是完全可以在你比如说做完一个图装图以后 你可以去通过一些颜色的区分去通过这个地方的一些平行线然后趋势线 通过这样的话让图的信息就是更完整 然后呢以及就是一些你想突出强调的内容 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嗯比如说标签或者这种普通说明的一个形式 去让别人去去看到 就是说就是就是这样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即使你人不在 他去看这张图看这张图上的一个标注他也可以知道你的一部重点 嗯以及同样是刚才星巴克的一部历史就是说嗯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去把这种就是大的报告 就是说就是说做一个这种仪表团的一个形式去比较完整的放出来 然后呢旁边其实嗯就是旁边就是说可以可以是有一些跟这个报告 嗯就是跟这个仪表团相关的比如说文字的说明 其实也可以进一步去展开去扩展一些内容 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的信息就是嗯更丰富 这样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就是说他读完了文字以后 就是说他可能他文字里边说明呢 就让这个仪表团里边呢比如说一部分的兴趣 就是说他如果有兴趣 他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方式 去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假如我们想控制比如说咖啡因的一个量 控制就是控制这些相关的兴趣 同时的话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 假如我就是喜欢喝新冰乐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去上读者去探索去找到比如说适合自己的一个咖啡 这个的话我包括前面说的在互动式的图标里面 也是可以有这种点击互动 再选2out tips 通过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信息传递就是更灵活 OK 这个是我这边分享分享的内容 谢谢齐老师 还有那个东翔老师 那么在我们开始就是问答之前的话呢 我想麻烦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让大家投一些票 那么这个票的话呢有三个问题 主要是就是说想让我了解一下我们故事会的一个 让给大家的一些一些感受还有的feedback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大家帮我就回答这三个问题就好了 大概是半分钟之内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pool close 掉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说我们的今天的问答 麻烦大家 好那我现在的话我就把这个pooling的话呢 再过几秒钟的话就把它close掉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对今天的一个演讲的话 对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Q&A了 大家可以把问题呢打在那个问答框里面 哦不用谢感谢大家的参加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老师们 没有问题吗 OK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地图不好看也就是说一个图一个观点 然后一个结论的话呢需要很多图和观点来去支持的时候怎么办 两位老师看看谁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两位老师看看谁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洞贤老师 洞贤老师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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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种嗯 比如说一个图和旁边放一些文字 然后这样页一页的展开就是就是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会尝试的就是就是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 嗯 嗯 其实我自己可能会在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再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正德表达式 比如说正德表达式的内容的时候 就是我其实我可能会尝试的用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画布去呈现别的信息 比如说这边可能有一个大的有个例子然后我们下面去一个展开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当你去给别人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这种比如说这种画布的一个比如说移动或者展开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比如说聚焦比如说每次聚焦移动的方便 讲的一个点 讲的一个点 同时又避免就是像画面片里面这样一页一页切换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以及的话其实像开出的话就是开出他本身的一些比如说这种数据故事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组织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包括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可以根据需要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放一个图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放一个重向的去放一个长长的一个意表 通过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方式去呈现信息 差不多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就是说问这个问题的这个观众的话呢 他有就是说解释了一下 他说有的时候提供细节太多 反而不容易表达观点 然后所以需要有一个tips的一个环节 然后刚才的话我我不知道那个季老师你们那边可以看到所有的问题吗 因为我这边好像就是说OK 这边还有另外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图还有不同的图的关联 然后能够多出得出不同观点观点结果 然后但是呢一张仪表盘放太多的图的时候的有很混乱 那我重要的那张图我重要的那张图得重重复放多张仪表盘 然后呢去呈现这个观点吗 这个陈老师回答吧 肥腾我没有太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是 他的意思是有一张重要的图可以放在多张仪表盘里吗 这是他的意思吗 ok � g 老师 你可以去那个chat那一块吗 就是说那个聊天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是他把那个问题打打进来了 但是我没看到 我只看到两句 ok 我再读一遍 就是说一个图和不同的关联图 一个图和不同的图关联 然后能得出不同的观点结论 但是一张仪表盘放的太多图又很混乱 那我重要的那张图的重复放多张仪表盘吗 是去呈现这个多观点吗 按照我对他那个问题的理解 我觉得是可以放在多张仪表盘里面 因为其实如果是作为意表盘呈现的话 其实它是针对不同的角色 可能有不同的业务线 可能是不同的就是查阅的人 不同层级的人 可能就是执行厂的 对技术层的或者是策略层的 那么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收集意表盘之前的话 其实在这个问题之前 应该考虑清楚说 他的读者是谁 他的用户是谁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考虑考虑清楚他的读者用户 然后考虑清楚说这张预表盘是做一个宏观 决策用的吗 还是监督流程用的 还是说底层的具体的操作 还是视频等等 就是不同的需求的话 但那不同需求 你的预表盘设计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说的那张 可以放在好多预表盘里的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 可能就想听说 其实未必 也许你觉得那张 那张很重要的图 其实对于不同的角色来讲 他们可能每个人感觉 一点也不重要 或者我根本就不关心 那时候你可能就知道应该放在哪里了 对 其实就是说再多加一句 如果说是在你们设计预表盘的时候 特别是分析师 那么分析师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设计预表盘之前 要去跟就是说 受众去了解清楚 那么他们要看的这个数据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 他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有助于你来去设计预表盘 然后根据这个受众来去 去把这个预表盘表现得更好 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是 一个分析师跟那个受众 在最比较表预表盘之前 应该去做的一个项目 对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刚才给季老师 应该这个问题是给季老师 就是说 季老师可不可以介绍那些 周末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之类 更多的图片 还有文字编辑呈现手段的方法吗 这个其实是应该需要避免的吧 就是就是文太奇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 他可能通过同时呈现一些 看起来相关不相关的信息 去最终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 比如说 比如说他有一些信息 他可能是先拍什么厨房的水槽里面 追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他可能同时在呈现很多 比如说窗外的车辆 然后呢 以及然后进口又切换到 比如说母亲 他说一件在拿的东西 然后旁边孩子在跑来跑去 这时候后 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画面 就是我们了解到 比如说这时候一个家庭的情况 就是说是一个忙碌的母亲 这时候其实他是通过电影里面 通过这样的一个门开取的方式 去就是把一些看起来相关不相关的信息 就放在一起去呈现这样的信息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商业分析报告里面 可能用不到这样的方式吧 就是当然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吧 或者是 其实也就是说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就是不同的这种 这种文化艺术 或者说他这种呈现表现的方式 以及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作为你们太极的这个流派 或者是当时的导演 他们比如说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和想法 我觉得可能这个的话 就是因为他作为电影的话 他的目的也是想传递信息去感染的 或者说更好的去讲故事 我觉得可能去学一下 借鉴一下这种导演的思路 可能说对于大家 就是说自己去组织内容 是不是就是说也是可以有一些启发 就是说倒不一定说非要用门开启的方式 季老师其实就是说是不是他就回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又有一个follow up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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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多介绍一些视觉传达的方式 视觉传达方式 这个怎么说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倒是推荐 就是说大家一方面 比如说在 比如说在这种tableau里边 比如说去 比如说把一些图做好 做清楚 同时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尝试的去学一下 从一些设计软件去 组合这种图的一些背景的信息 甚至是你可以 可能比如说 一些更有创意的方式 去把一些图力去展现 对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 就是让这种商业的严谨的图表 和就是大家这种 就是设计的能力 或者是扩展的一些素材 可以更好的一个结合 对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有一些人要做PPT的时候的话呢 需要用于演讲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会放很少的去文字 那么同时的话呢 还要发给同事的时候呢 就要多写出的几句话 他们能够这样看到一个完整的观点 所以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想怎么样去平衡这两者比较好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 这个问题的话 好像东祥老师已经回答了是吧 我给大家读一下 看看那个读完了以后 然后看一下 季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好吧 那东祥老师的话呢 对 东祥老师的解决 就是如果要一定要将这些 放在同一个文档里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 将说明解释文字放在PPT里面 备注里面 看看季老师这边有什么补充的补充 这个的话 其实我 我们之前活动分享的时候 其实当时讲过一个这个的例子吧 就是说现在的 比如说初始的图 它是一个 就是世界旅游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就是说如果是作为演讲的场景 如果你直接把这样的图放出来 然后你就开始讲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一开始 比如说你本来想讲的是说 在2002年之前 其实是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程度 就是你想的是这个内容 但是就是观众 他的注意力注意一点 可能他在想 为什么2009年突然下降了 等你讲到下降的时候 他又在想 他又在想整体的趋势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单纯这样的 这个图的信息 他其实是不适合说在一个演讲的上面 所以的话就说 就是说一般推荐的做法是说 对于这个数据就 就是说呈现的图表是可以做一些丰富去 去讲解 比如说先把前面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以及呢就是中间发生的一个变化 以及相应的一些说明 通过这样子的话就说 就说让图表的内容 图表当前呈现的信息 配合你当前讲的一个观点 然后呢以及说 当我们整个都讲完了以后 其实是可以 就是说在最后一页总结里面 去把所有的 就是更完整的图表的内容去呈现 也能像这位小伙伴说的 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可能有的是在现场听的 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想 事后就是把这个图表 就是包括讲的这个 他可能也想尝试地 把完整的信息 去通用邮件的方式 去发展别人 所以的话就是说 你在做的时候 可以考虑像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你可以在最后的一个 总结里面去把一些 更详细的说明的文字放上来 比如说这个内容 你可以整个的 比如说结一个图 或者是 比如说打到一个 开图的工作簿 就是让他去看 最后一页的图表 因为这个是一个这种 就是文字 就是文字有更多的一个说明 嗯 谢谢 谢谢谢谢老师 嗯 请问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嗯 可以稍微等一下 其实今天不容易啊 因为明显就是那个圣诞节了 还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吗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 就这样就结束吧 然后呢 就 对 祝贺大家 然后呢 祝大家圣诞节愉快 嗯嗯 好 嗯 好 谢谢各位 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 明天我要休息了 谢谢 谢谢 好 嗯 好 拜拜 谢谢两位老师 对 我